一次邂逅 优质男性主动追求 卖着十几万的表 几十万的车 上海某汽车制造公司 担任总监 多年轻心 热恋女子债台高筑 转账接近三百万 不用公款了 要还进去 还进去就坐牢呀 假作真实真一假 警方如何查案 很反常异常的冷静 你看看 不是吧 详情请收看东方110 今年34岁的薛林 是上海某银行信贷部门的员工 前一段时间 她向警方求助 说自己有一个 正在谈婚论嫁的男友 名叫刘恒伟 最近一段时间 虽然对方电话是接的 但却始终见不到人 薛林希望 民警能够帮忙 找到对方 眼前 这名面容憔悴的女子 就是薛林 她告诉民警 自己可能遭遇了一场 长达数年的骗局 他是人不见 你知道吧 电话会接的 我还失踪 我现在钱不钱无所谓 我就把人找到再说 为了给刘恒伟筹集资金 他如今已是债台高筑 这些钱不是我一个人的 有借的 我哥为了这个事情 跟我俩吵架 他叫我闺蜜也不分 那么刘恒伟要这三百万元做些什么呢 事情还要从2018年7月 他和对方的初次相遇说起 当年29岁的薛林 是上海某家银行信贷部门的职工 在网络社交平台上 看到刘恒伟要售卖车子 薛林主动跟对方聊了起来 我们的工作可能稍微大尴尬的 就是因为说卖车不容易出手 抵押给银行 简单询问了车况之后 刘恒伟提出见面详聊 于是薛林到了客户约定的地点 薛林没有想到 这次的见面 对方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人家好歹带个十几万的表 对不对 然后开个几十万的车 上海某汽车制造公司 担任总监这么一个高级别管理岗位 刘恒伟介绍称 旧车是使用员工优惠折扣买的 并且出示了行驶证 交谈当中 刘恒伟颇为神秘地讲出了 卖车的真正原因 刘恒伟说 他一时头脑发热 利用职权 挪用了一名客户买车的定金 也就是十六万元 他打算在东窗事发前 填补掉这个窟窿 或许是担心卖车款不足够 弥补亏空 他又向薛林咨询 如何抵押房产 刘恒伟介绍说 他的这套房产是在虹口区 面积是139平米 中介平台上 二手挂牌价是760万元 虽然同事互飘 但是刘恒伟当年36岁 在上海已经有十多年的 社保缴纳记录 更何况 他有过一段极为短暂的婚姻 也正是因为这段婚姻经历 使他拥有了在上海的购房资格 最终刘恒伟以要再做考虑为由 仓促结束了会面 仅仅这一次见面 并不足以让薛林难以忘怀 而是因为在这以后 刘恒伟隔三差五地向他咨询问题 并且颇为绅士地约他见面吃饭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人面前 诋毁过他对我好不好 因为确实很好 知道吧 随着交往的深入 两人感情升温 成为了恋人 这之后 他们开始谈婚论嫁 编织美好的未来 正是因为这样 薛林前前后后在刘恒伟身上 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 而且欠下了债务 薛林讲述的内容并不能作为警方立案的依据 民警首先要做的是核实刘恒伟的真实身份 他在跟该男子谈朋友期间呢 对该男子的相关身份信息 也就是做身份证 号码他有掌握 然后对于微信号 手机号他有掌握 提供了一些信息 称 至于这三百万元的最终流向 则是进入了刘恒伟名下的多个银行账户 商品首先确定是要以虚假事实 来进行的这个钱款的索要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方说嫌疑对象 在房产买卖过程当中 现在有一定的这个困难 所以我需要借钱 那么我们也是对房产信息去调查了解 但是民警发现 刘恒伟在上海根本就没有房产 被害人提供了房产信息的一些坐落地址的 我们就进行去调查 那么发现这个所谓的这个房产信息是假的 不仅如此 进一步走访了相关企业 核实对方的职位后 民警再一次发现了问题 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线索 到相应的单位进行走访了解 发现这个身份信息也是假的 由此警方认定 刘恒伟已经涉嫌诈骗犯罪 一次邂逅 高管男友主动追求 多年交往 报警人如今债台高筑 警方吩咐千里之外的呼和号特使 侦查中事件走向发生了什么反转 东方110正在讲述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警方掌握到 刘恒伟目前正在原籍内蒙古呼和号特使 今年2月初 上海浦东警方赶赴远在千里之外的呼和号特使 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摸清了他的住址 2月6日一早 民警找到了这个叫刘恒伟的男子 面对远道而来的上海警方 这个叫刘恒伟的男子表现出人意料 根据我们的这个办案经验啊 绝对不太符合常理 一般的话信息对象抓捕以后都会有神情慌张啊 或者一些情况 但是这个很反常 非常地冷静 刘恒伟斩钉截铁地表示 民警找错了人 因为他一直在呼和号特使 某通讯公司工作 从来就没有去过上海 更不可能在上海犯事 刘恒伟的神情语调非常沉着冷静 为了慎重起见 民警现场连线了当事人薛林 已经几番河时 眼前的这个人明明就是刘恒伟 为什么就连交往了多年的恋人 也说不是此人 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难道顶着这个刘恒伟姓名身份的 还有别的人 警方分析 真要做到冒名顶替 并不是容易的事 更何况历经这么长时间 涉及这么多方面 真嫌疑对象在整个过程当中 借用了全套这个假嫌疑对象的身份信息 包括名字 身份手机 对外都是以这个名称来进行的一个交往 民警认为真正的嫌疑人之所以能够使用刘恒伟的身份 长期寄居 他必定和刘恒伟在生活中有交集 他问到一个XX公的号码时 就说他这个号码在十多年前就交给他的发小XX使用 因为两人同龄 再加上身高 身材 面部轮廓 以及发型高度一致 一段时间里经常被人笑称是双胞胎 两个人在这个项目上面有一定的这个相似度 所以说这也是这个案子比较是复杂的一个地方 刘恒伟告诉民警 听说胡伟在上海一家车企担任销售部门负责人 就他们那个单位 他说他公司有那个远购内购的那种价格会低一些的 之前我们掌握的信息一直是XX的信息 并没有掌握XX的信息 对XX的等于说是零掌握度的 如果胡伟才是真正的嫌疑人 那么他是如何获取到刘恒伟的多张银行卡的呢 我和他是从12年就是我进入联系以后 开始频繁联系的 因为之前的话接触不多 怎么会因为12年开始就频繁联系的 是你联系的他还是他联系的你 刘恒伟回忆 那年胡伟经常约了要出去吃饭 民警查询到 胡伟在2012年曾经向一名陈姓男子借款8万元 此后恶意拖欠 2017年11月 胡和浩特市育泉区人民法院给胡伟出了限制消费令 换句话说 胡伟是一名老赖 你那个普伐的卡是哪一年给的 普伐的卡应该是 1718 到底哪年想清楚 真想清楚 开了那年专门他用 因为这个欠债 被内蒙古护号特市法院列位的失信人员 不能有高额消费 所以他通过警求帮忙办理的一些信用卡 也是使用 难道刘恒伟将身份证这一重要证件 一并交给了胡伟吗 对于这件事 刘恒伟坚决否认 我赌过身份证 只是丢了 但是我没有牵手给他 由此呢我们就专定 就是我们该案的这个嫌疑人 刘恒伟告诉民警 他怀疑自己也是一名受害人 他用你牵手呢 他用你多牵手 二十来个 就是贱 就是经常 这么牵手脸 有点用 就这么攒 虚虚实实 真嫌疑人浮出水面 顺藤摸瓜 警方掌握了此人落脚点 抓捕中又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呢 东方110正在讲述 警方经过层层调查 最终确定 胡伟就在呼和浩特市 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 2月8日下午 当胡伟出现在某商场地下车库时 上海呼和浩特两地警方迅速将他抓获 此刻所有人都注意到 在胡伟身旁 还有一名穿白色羽绒服的短发女子 他还是比较反抗的 抗拒还是蛮大的 我不是呀 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样进行一种辩解 虽然胡伟当场束手就擒 但是他心存侥幸 试图撇清犯罪事实 同时他劝同行的女子 离开抓捕现场 按照办案程序 警方依法搜查了 他正在使用的车辆 在车子后备箱里的 这个黑色置物箱箱底 民警找到了一个钱包 人赃据获后 胡伟不得不承认了 离猫换太子 冒用刘衡伟身份的事实 一位车辆登记在 胡伟的女伴名下 警方与他对被扣押的 车内物品做了交接 时至今日 他才得知 原来胡伟才是 对方的真实身份 这位女性也是一名受害者 他也是跟这个嫌疑对象 也是网上结识 然后以男女朋友的身份 进行交往 真嫌疑对象通过各种理由 向他也是大量借款 将近一百万的借款 精心谋划 真嫌疑人 涉嫌诈骗多人 他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得逞的 面对审讯 他又会怎样百般狡辩呢 《东方110》正在讲述 尽管这名女子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可能被骗了 而且民警也积极地劝说她报案 但或许是顾及到和胡伟昔日的情分 这名女子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那么胡伟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面对巨额债务 他想过要怎么收场吗 尽管胡伟承认 与薛林有巨额经济往来 但是他百般狡辩 失口否认诈骗 因为我们俩人就是 确定了那条恋爱的关系了 然后他个人借着我的钱 他跟我们交谈的过程中 他说我不能承认我的诈骗 如果一诈骗 就是说坐牢的时间会非常长 所以说他这个是有一定的意识的 那么胡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我坐二手车的时候 就是店面销售的不多 大多都是批发 都是两个稳定的 一个是在内蒙霍奥特 坐那条二手车 一个是在西藏昌都 到现在为止 外面还有一百多万收不回来 民警掌握到 事实上 胡伟目前无稳定职业 平时偶尔跑跑黑车 14年的时候确实工作不 但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 后来因为他们内部人 被裁员了 他的手机里面 这个通询录来干什么 还是蛮多的 微信账号有很多个 都是以不同的身份 在对外交往 胡伟微信通讯录里的 这些女性身处不同省市 按照胡伟的说法 每次到达对方所在城市 她都是开车的 我都是开车 一天的时间 现在拉的时候 一直都是开车 也是经常跑长途 那就是为什么 结交多米的女性呢 一个是自己内心的贪婪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她为了维持自己的这个谎言 能够持续长久地编造下去 她就通拆东墙 补西墙的这样的方式 结交多米女性资金链 进行一个辗转谈动 不仅如此 警方查识 胡伟名下没有任何房产 但是在与这些女性交往时 她却谎称在上海购置了房子 以此证明自己拥有 雄厚的经济实力 一旦有受害人 质疑她的还款能力 她便谎称可以卖房还债 明天下班之前 一毛钱都拿不到 就直接回上海吧 先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吧 卖房子不是你想的那么快的 我卖这中介 我低降我出卖 警方了解到 胡伟父母名下 倒是在当地有一套房产 但是几年前 胡伟已经将这唯一的房产 做了抵押 老两口如今不得不租房圣火 这是薛林提供的 要胡伟还钱时的录音 拿了别人的钱 胡伟从来不还 因为从一开始 她就没想过要还 更何况 她也根本还不出 为了掩盖这个事实 她往往是软磨硬泡 胡脚蛮缠 到最后索性逃之夭夭 提供身份证 包括她当时也已经取得了 我们被害人的信任 那么被害人就觉得 我有女身份的信息 实在不行 可以通过警方 通过法院来找他们的愿意 胡伟顶着刘恒伟的名号 干了一系列不法勾当 他非常自信地认为 哪怕有一天东窗事发 警察要找的 也是真正的刘恒伟 自己完全可以脚底抹油 溜之大吉 得知真相之后 刘恒伟不寒而栗 就因为这个人 他是胡伟 这么多年的交进来 他就也不靠谱了 通过对他资金 银行卡的查询 包括对他当官人员的 一个调查 他们并没有什么 很明显的资金端的往来 也没有发现 这个有违法法律 胡伟处心几率 费尽心机 长期寄居在自己的好朋友身上 使用种种肮脏卑劣的手段 冒用对方身份 实施了一系列的诈骗 但是最终 他的结局并不美妙 因为他没有 也不可能如愿以偿的 全身而退 要睁大眼睛 到了谈恨战的阶段 肯定会见朋友啊 见家长之类的 如果对方一直 以这种理由推诿 不可能让你去见朋友 见家长什么的 他们自己要留一个心理 一方是天然骗子 目前犯罪嫌疑人胡伟 因涉嫌诈骗罪 已被浦东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